门就是会掉下来 像这样子 它已经到了 就是学生也没有办法 它只变成是一个闲置空间 仁爱国中校长指着学生宿舍内的衣柜 有不少已经破损不堪使用 就连学生睡觉的床板 也有螺丝钉外露 墙壁上还有裸露的电源线 这些东西不小心 就会让学生受伤相当危险 学生住宿的品质令人担忧 破损啊 破损的很严重 我就是挂衣服的时候挂不好 问题是没有那个门 就是东西会被别人看到这样子 我家在那个都打部落 那一回学校要多久时间 一样一小时啊 所以你们选择住宿 对 仁爱国中是仁爱乡唯一的国中 因应山区交通不便 照顾远道学生 因此设有学生宿舍 让学生与家长不必担心 每日接送的问题 也让学生可以安心求学 不过宿舍内的许多设备及家具 已到了态换的时间 但学校碍于经费无法一次修缮 为了学生着想 校长只能求助于社会 这个床主来大概已经七八年了 这个床主就是从武育中学他们淘汰的那个床主接收过来的 我们学校刚好有需要 所以学校去载回来 经过了这几年 真的已经不堪使用了 有时候看到小孩爬上爬下的那个危险的状况 我真的也是捏一把冷汗 所以希望能够募集到一些各界的善款 我们逐步的带着孩子 慢慢来把他们的宿舍做一个购置 或者是整修 给他们一个安心读书的环境 校长表示碍于学校经费有限 目前宿舍内看到了床主家具 当初还是接收人家泰换的二手品 之后再撑了七八年 现在许多材料零件已经找不到 已到了休无可休的地步 现在只能求助社会资源 维护学生住宿品质 也让学生安心求学 原是新闻NO 南投仁爱 草坊报导